根据福克斯周二报道 总统特朗普的净资产在过去一年里大约缩水了6亿美元 目前特朗普仍在福布斯杂志上最新公布的美国富豪400强名单上 但它下滑了64位排在第339位 福布斯将特朗普净资产的下降归因于新冠疫情 因为这场流行病对特朗普主要资产所集中的地产业和酒店业构成重创 它的办公楼价值一落千丈 在大城市特朗普酒店也是如此 据称特朗普在纽约市的房价价格跌幅最严重 缩水了约3.26亿美元 特朗普在纽约以外的五处房产价值下降了1.24亿元 根据估计特朗普的大部分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的价值也下降了1.37亿元 大部分损失来自于位于迈阿密的特朗普高球俱乐部 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经济问题上批评特朗普 称他代表了大公司和美国最富有人的利益 而非工薪阶层